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闻报道 今天是11月24日星期五 又来到Happy Friday 各位观众继续努力挨过星期五之后 相信有部分观众迎来开心的假期 好了 看看天气 现在的气温是22度 香港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 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 日间降噪最高气温会上升至25度 吹和门至清静的偏东风 稍后离岸及高地会吹强风 天文台展望 预料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后风 会在今天早上抵达广东沿岸 未来一两天风势颇大 受到大陆气流影响 下星期初至中期的华南沿岸 大致天晴和干燥 日夜温差比较大 天文台展望 周末期间风势颇大 下星期初持续天晴干燥 日夜温差亦比较大 跟大家看看新闻 天王刘德华的父亲刘黎 在昨天就传出离世的消息 在昨天的下午5点 华仔天地证实了恶号 亦都在他们的微博 华博上面就公布了刘芙的死讯 他们就写了 刘黎先生就在20号 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就安长离去 大批的歌迷也都留言 是安慰刘德华 至于华博也都转了做黑白界面 去悼念楼父 官方随后也都证实了消息 表示了 刘德华也都正在忙于处理他家人的后事 多谢社会各界的关心 希望刘德华就可以 叫做 不要那么不开心地去处理这些事 好了 跟大家看看新闻 有媒体就接过 读者爆料 和三条闭路电视片段 就拍摄到一宗 持刀商人案件 事件就发生在大埔的云头角里一间酒吧 天眼拍摄到的日期就是11月19日凌晨3点21分 影片的开始 有三名男子就坐在酒吧的卡位那里聊天 但是聊聊下就有六名男子 持刀进去店铺里面 就向卡位内侧的男子撕集 幸好 遇集的男子就反应迅速 即时彈起 站在椅子上闪避刀手 并且跨过桌子 朝门口方向逃走 但是在落地的时候就跌倒 你跌倒的话就没了几秒时间了 于是多名的刀手 见状就一涌而上 但是男子仍然是頑强抵抗 迅速起床之后 就推开前方一两名刀手 走入吧台 用杂物就掃向刀手 遇集男子的朋友 也都立凳就推开刀手 又向刀手就投扎杂物 六名刀手见事无可为 跌跌碰碰地离开现场 整个的撕集过程 虽然我说了十几秒 但是原来 这个过程是持续了二十几秒而已 最后警方都成功拘捕了人 而且也发现原来里面是牵涉到很多黑社会的恩怨 当中是包括过底的恩怨 不过那些什么黑社会代号 就不在这里详细说了 下一单新闻 在大埔发生了严重车祸 在昨天的夜晚8点37分 一家的专线小巴 在广福道和南运路交界 怀疑失控撞搏 司机和乘客一度被困车内 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陷入昏迷 一名的男乘客也手脚受伤 不过清醒 两人被送到拿打素医院救治 其后小巴司机抢救后证实不治 警方也正在调查意外的起因 现场可以见到小巴的车头损毁严重 消息指当时小巴沿着南运路行驶 又转入广福道时 有乘客目睹 小巴司机怀疑是病发 其后小巴失控撞搏 警方表示意外当中的死者 是一名73岁姓孔的男司机 即是七十多岁 你说有时会有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是一点都不奇怪 其实今天来说 不知为什么 昨天的香港是特别多一些意外的发生 所以今天的新闻都不太好 下一单新闻 夺命工商的新闻 昨天在山顶普洛道发生致命工业意外 一名四十余岁的男工人 遭到倒洗的挖挖机就撞到 好 双脚重创送软不治 据了解 死者在五兄弟姊妹当中排行最小 生前亦和母亲同住 因为兄弟姐姐已成家立室 他和母亲居住 他就成为了母亲的家中经济之处 但他母亲正在内地旅游 未知恶好 他的姐姐等多名亲友 也在下午去到医院认私 悲痛不已 工业商忘权益会 也到达了医院协助 指死者所属的公司尚未和家属接触 同时也质疑意外或是源于无人在场指挥大型车辆行动 促请当局就尽快去彻查 这些新闻也是惨 特别是这几年 不知为什么工业意外是特别之多 如果有观众是做建筑行业 哪怕不是地盘的 可能只是装修也好 各位都要特别小心小心再小心 安全的事情有时候就不要说嫌麻烦 可能有时候会搞多你五分钟 但你可以想一下 一旦出起事上来的话 你无论用多少个五分钟 你都弥补不到当中所造成的创伤 下一单新闻 说一终的外国新闻 爱尔兰都柏林市中心在11月23日发生了 池都伤人案 五个人受伤 包括三名儿童 当中有50多岁的男伤者 其后被确认是疑犯 究竟是什么事 因为那里有商人案之后 触发了反移民的示威 和警察爆发冲突 即是表示他们不喜欢移民过来自己地方 接着有班人示威的时候 再和警察引发了冲突 大家都可以看到 现在全世界 无论你说不同的地方政府也好 还是人民也好 其实大家都是人与人之间 是充满歧视 还有就是说大家都好像火药桶那样 你真是不知道哪个一点就爆 还有可能随时就会因为其他一些案件 接着就会有很多人上街 然后又会搞到又放火又成 很乱的 好了下一单新闻 金钟就发生了打桶案 这些又是火药桶的新闻 有媒体就接过读者提供片段 显示了一名新村西庄的七人车司机 和另外一个的士司机 在正义道就因为驾驶问题 就发生了争执 双方继而大打出手 打鼻、叉颈、按地 旁人不停劝语不要打、不要吵 两个人分开之后 仍然是继续爆粗对骂 影片就结束 警方也都证实了 在昨天就收到报案 经过调查之后 就由施杂及有人受伤 就改为糾纷 总之就是说 你车怎么打的 你车怎么搞的 你又会不会开车的 好了 然后大家就在这儿打 西庄友率先施展了右勾拳 的士司机就不甘被打 利用庞大的身躯 向对方出拳施杂 一边打一边叫 就说我跟你打架 总之就火药桶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又有车祸 上环就发生了涉及巴士的车祸 在今天的凌晨时分 据报了一架961线的九巴 和一架969线的乘巴 就先后沿着干落道中 就往中环方向行驶 驶到去信德中心对开的时候 两架车突然之间相撞 其中 九巴的车头就严重损毁 乘巴就继续向前冲 撞向了路旁的巴士站 旋逢 据了解 这一单意外就有七个人受伤 包括两名巴士车长 和两车里面的乘客 警方也正在调查意外的起因 就着现场所见 乘巴就打横拍在路上 防外了巴士站和其中两条行车线 至于九巴就阻止了一条快线 即是三条线都被封了 因此在干落道中 来往中环方向全封 可以看到巴士站 甚至封部分的金属支架 就插入乘巴车头的路线牌 其实都危危苦 即是这些 要什么插来插去的时候 有机会就好像死神来了 上排乘客会不会变得特别危险呢 不过好彩 当然有人受伤 但新闻报道当中 没有写说有人受到重伤 究竟因为什么事而撞呢 据了解 乘巴当时就见到 有人在巴士站截车 于是就收慢车和设线埋站 尾程的九巴就收制不及 撞到乘巴的车尾 继续将乘巴推前砍到巴士站 这些谁对谁错 究竟是哪个驾驶态度出了问题 相信这些警方都仍然要去调查 还有巴士司机一定要警方调查 因为要知道谁对谁错 Camp保险才有着落 还有这些大公司那些 人家有了整套完整制度 例如交通意外的回报制度的时候 调查这些就少不免 就不是说大家私了 我拿两个水出来当无数 不是这样 因为大家要知道 一辆巴士都说四百多万 现在两个四百多万炒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要查清查楚 下一单新闻 环保团体叫做绿色地球 在Facebook上载了一条 由行山市民拍摄和提供的短片 就说 在今个星期初在大露山行山的时候 遇到有人拍摄婚纱照 华而是为了营造气氛和效果 有人手持点燃烤烟火 拍片年载了 所以在影片中人数人们就想 小心山火 很危险的 看着火烧闹烤 走不及时就会死人 说起最著名的山火,就会想起白鲜嶺大火 这一段秋天的时间,确实很容易起火 就算你不点火,随时都会有自然的山火 再加上他们为了拍那些很漂亮的婚纱照 拿着很多烟花蜡烛炮掌的时候 都很多人骂爆他们,就说自私了 还有,如果你是这样生火,然后有警察被人捉到 有机会是一种犯罪 所以这些拍婚纱照就拍了 但就别说什么点火,搞起来啰哩啰啦 下一单新闻,这里重复多一次昨天也说过的新闻 转数快将会由11月26号起 向一些可疑的识别马发出警示 即是说,如果有些人想骂你的话 跟着哄你去转数的 随时,26号打后就会弹出警示 如果你见到警示的话 基本上连警方都确认得说你听有福的话 那一定是骂你的 其实我昨天有个朋友 真的都六七年没接触了 他被人骂了七万元,然后走来问我怎么办 然后我都帮他不了 都想提醒一下大家 我的朋友还要很年轻 现在是大学三年班 即是年轻人,刚刚二十岁 女性来的 都是会这样被人骂了 大家真的要小心点 我在想,如果这个转数快的 如果这个伺服器能够早三个星期推出的话 可能我的朋友都不会这样被人骂了七万元 即是想起个朋友 我都觉得有点心痛 所以为什么呢? 就算一直以来没有团体支持 没有警方支持都好 我只有一个人 我都坚持要去不断和大家说那些防骗攻略 即是甚至乎这样说 我怀疑我是全香港说得最多防骗资讯的YouTuber 可惜自己朋友 不过他都没有看我影片 哎,有时候看到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好了,下一单新闻 小学的常识科 将会在二五和二六学年 落实去分拆人民科和科学科 总之将常识科改了 也会将一些外国主义 放入相关科目中 例如说 学习日军的侵华历史 和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成就 等学生就认识多些 因为很坦白说 其实日军侵华的历史 我完全不记得我有学过 还有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成就 是说这三年我自己在恶宝 我自己翻查资料 我才知道有件什么事 作为学生时代的时候 那些老师是觉得党是邪恶 所以基本上 是完全没有说过 究竟共产党在初时 是如何带领国家发展 什么都没有说过 所以为什么呢 导致到就是说 现时有这么多年轻人 在认知上的落差 是真的和上一辈的人 是有一条红构在 所以由教育入手 早点令到小朋友有所认识 你认识可以认识了 之后你再怎么决定是你的事 总好过就是说 你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多间公立医院 早前爆出了连环爆石屎的事故 医管局因此成立了 检视医疗仪器和维修的相关委员会 就着一连处院的事件提出改善 只不过 就算你开什么委员会 其实是改善不了件事 因为原来公立医院塌下仍然持续 威远就在昨天晚上6点 他们的日间诊疗大楼地下的X光部等候区 有一幅70厘米乘50厘米的天花石屎 就落下来 幸好 这个是日间诊治中心 6点的时候就已经收工 所以事件当中无人受伤 亦都没有病人服务受到影响 医院那一方面就说 曾经在今年3月检查过有关的天花 当时就没有发现异样 亦都不发现有积水那些 但总之 塌了就塌了 可能真的太多医院 他们可能1970多年 1960多年就已经成立的时候 有很多事已经到期了 捱不住都未顶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渔户处计在今个月初公布了元朗楼浮山的持牌珠墙 原本验出了非洲猪瘟病毒之后 在21号完成了5620只猪销毁 然后也在昨天公布 在抽查附近的猪场 62只猪 找到5只猪对非洲猪瘟病毒呈阳性反应 所以当局都在研究究竟如何去搞 好像周围都是猪瘟 当局表示为了审慎喜见 储方正在安排摧毁墙内合共1900只猪 这个销毁行动将会在明天开始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一名女卖家透过交易平台买卖虚拟货币太大币 并且去到一个商业大厦进行交易的时候 就遭到多名无面持刀和电击枪的男子 就劫走了他刚刚交易换回来的350万现金 三名有份参与的男子事后被捕 他们就在昨天在高等法院认罪 官就指这一单案你们是精心策划的 和用可致命的武器去威胁他人 所以就是说三个人合共被判监四年零八个月 这些人抵死吧 抢人家钱 抵坐牢 而且钱都不知道能不能回到人家手上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屯门一间学校早前有教师涉嫌在班房中襲击学生 涉案的男教师被控以襲击罪名 将会 不是将会 在昨天在屯门法院提堂 只不过由于辩方需时索取文件 以及需要和控方去商讨其他处理方式的可行性 所以这单案件就押后到明年1月18日处理 即是说可能有些百艳学生 老师又不太控制到自己的EQ的时候 被啪啪一声就搞成这样 据了解这一名的老师就已经离职了 其实48岁的老师 你这样离职的话很惨 因为你做得老师的话 你都贴饭碗 还有48岁 你可能还有12年 又或者做了7年 你都已经想着退休的时候 正常来说48岁 就是最安定最赚钱的高峰 因为你教书教了这么多年 其实你都不会有太大的工作压力 不会说没有 只不过就是说 你每样东西都见过做过 那你就不像初歌一开始 做老师的时候那么辛苦 还有48岁的TITLE 加身都去到差不多的时候 猜不到就是说 因为冲动 因为打学生 结果搞到 没了份工 那其实真是很可惜的 因为你这样一离职的话 你其他的学校第一 都不会聘你 特别就是说 现在都不少人想做老师 那我请其他人都好 过请一个曾经有动手记录的人 那到了最后 其实好像感觉上 是将来好像不见了几百万 还有48岁都有机会 是一个仍然在供楼的一个税数 如果真的在供楼的话 更加不知道怎么办 特别是说 这段时间 银行call loan的几率高不少 因为楼价跌 然后息口又高 如果再加上你又失业的话 那就真是摸不摸的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之前四名的港大学生 就在前年的学生评议会上 动议就是说 去支持七一刺警案的疑空 原本四个人 每个人被判囚两年 之前有两个人就刑期上诉 今日的新闻就是说 剩下两名被告也是就刑期提出上诉 即是说全部人都不服刑期提出上诉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一名钟连汉涉嫌在连登讨论区 连月就发表炸了中南海 打倒中国共产党等等 是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 他就在昨天在西九龙法院那里承认 国安法的指定法官苏惠德在判刑的时候就说 被告就主张推翻中央政府 他发布的内容是宣染暴力 有煽动无知的人付出行动的风险 所以就判了这个人就入狱四个月 被告就叫周文慧 46岁 是船务民员来的 搞到自己要坐牢了 即是不要以为上网乱这样说话 就算你匿名在连登那里说话 警方总会有他的方法可以找到人 当然了 警方在连登上怎么找到人的方法 其实我也略懂一二 不过当然了 一些警方的技巧 如何去偵查 我认识 但是这些东西 不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因为一来 就是大家 走得正 站得正 普通人是不需要学这些 即是我说了那些东西出来的时候 反而就是说 帮了那些 有心逃避警方偵測的人 他们会怎么做呢 所以有些东西 我认识 我知道 但是我不会和大家说的 下一单新闻 鱼户处每年都会为流浪牛进行驻育手术 去稳定牛牛的数量 这个鱼南水牛学会的主席 昨天就说 得知道鱼户处将会去到大鱼山的贝奥罗屋村 去为两只成年的水母牛进行绝育 会赖下了一只不足一岁的牛B女 他就担心了 如果一只牛B女 即是如果他们都遇到不测的话 水牛或许在十年之后 就会在大鱼山消失 所以就想着发起一人一顺的行动 希望鱼户处救救水牛 根据相关的数据 原来大鱼山的水牛数字 在过去18年急剧下降 现时整个大鱼山大约有100只水牛 大部分都已经连续缺乏生育能力 他就说 其实现在年轻的水牛都不只剩下很多 所以如果再淹了牛 担心10年之后 水牛就从此拙跡大鱼山 这些环保人士 海鱼和海鱼团体都真的可以想想想 因为在大鱼山来说 人类和水牛有没有共存空间 我没有做过任何资料搜集 但我都觉得如果能够被牛 有控制地去生活的话 那都不错了 即是都可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 只不过漁户署都表示 其实近年来 大鱼山的水牛撞伤市民的个案 是情有上升的状态 所以有时候 如何去衡量 这些都需要去处理 不过你说 如果大鱼山没有牛牛的话 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应该消失的生物 我觉得应该是蚊 是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应该要将全世界的蚊绝肉 那就最好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食物环境卫生署的食物安全中心 在昨天公布检查日本进口食品和食物标签的时候 发现了有六包华尔东京都制造的硬製兼鱼片 华尔有关的进口商 是违反了相关的食物安全命令 食品就已经被传封 中心也有足够证据的话 就会去进行指控 大家都知道 日本那些产品现在来香港 又要厌复射 还有有很多地区那些我们直接不收 但是富贵险中球 有些人就说 还有些香港人愿意给钱买 我们继续偷运过来 甚至乎我们偽造食物标签 最后就被人捉了 下一单新闻 元朗721事件 林卓廷和另一名男被告 一直都被人告暴动罪 在昨天的时候 他们就进行中断陳迟 要求法庭裁定事件表证不成立 法官陈广池考虑过控辩双方陈池之后 在昨天就在区域法院裁定两名被告 表面证功成立 所有被告都需要进行答辩 最后这宗案就需要押后去到明年3月再審 大家看到的趋势 即是表示 林卓廷大机会被人告暴动 还有林卓廷和何君堯律师 他们中间还有一些瓜葛 因为林卓廷就说 何君堯是黑社会 何律师是律师 律师行都有间 所以他就去告林卓廷诽谤 其实诽谤的相关新闻都仍然是处理当中 下一单新闻 旅途人就在去年行经天水 为伊丽莎白中学救生会小学分校对开的时候 突然之间被他们的停车场闪门 击中头部 事主在前日日品高等法院指 这一间学校和他们的法团董事 就需要就着事件的疏忽扶上责任 并且向他们索赔 至于索赔多少钱 暂时还未知 但是打到头破血流的话 正常估计十万八万应该都走不脱了 下一单新闻 在今日的早上6点56分 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 一名男子在东冲道上领域一间村屋里暈倒 头部受伤 地面有一把刀 救护人员接报到场 将伤者送往北大鱼山医院治理 警方正在调查事件 下一单新闻 香港新闻 红磡发生了非礼案 在昨晚7点 一名11岁的女童 早前怀疑在中二街被人行猪手 警方接报到场 将案件列作为非礼 警方追测近一名身高大约1.6米至1.7米的男子 按法时伸穿长袖外套和黑色长虎 下一单新闻 香港仔一栋堂楼在昨天出现偷底褲 80岁的老翁涉案奏琴 其中一名受害的阮小姐向传媒透露 上个月起 有多名住客接连有衣物失事 责人专偷胸围和小朋友的内户等等 令这名女子隐无可忍 她在18号的时候 特意在深水埗 扣入了价值1300元的闭路电视 去进行24小时的监控 更加自制了防盗神器 将内户锁上锁 最后拍到疑犯后就拘捕了她 说起闭路电视这件事 可以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最近都忙着一件事 就是帮长者去安装闭路电视镜头 因为我之前就发生了些事 不过整体上来说 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但是有时候居安私危 有些虚惊一场 令我需要去帮长者 或者装闭路电视 我昨天的材料都买回来 我打算之后 如果有一天 可能没有新闻提材的时候 我直接去拍一集和大家说 这件事 因为我都知道 观看井仔的观众们 年龄都差不多 又或者这样说 你未必是长者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去想 照顾长者的时候 然后我可以怎么做 我刚好这段时间有实战经验 还有刚才这个人 他说自己用1300元 买闭路电视 但是其实我 我应该可以 我不可以说少我零就搞定 这件事 因为每个人的环境状况 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搞的话 我不用搞1300元 那么贵 因为毕竟我这些年轻 相对这些科技 我都会想到解决方法 还有我都知道 不需要用那么多钱 可以解决到一件事 不过这个话题 就迟些再跟大家说 不过我不会帮人去免费买广告 所以所有东西 就是那些什么品牌名 那些全部我都不会说 不过纯粹是介绍方法 让大家有需要的 你就可以这样去帮老人家 不过这些 迟些再说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旺角 就堵破了非法钓鱼机倒档 拘捕了8个人 另外也都搜查了18间的娱乐场所 也都抓了那些 没有交欠款的通缺犯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冬至快到了 所以贵架的海尾 亦都受到很多人的青睞 海关在22号晚上 在楼浮山进行反走私行动 成功阻折了一次走私活动 涉事的快艇向内地方向逃走 现场捡获了大批高价海尾等等食材和电子产品 如果这批货能成功走私到内地 估计可以逃税到800万 当中贵架食材中 除了有鱼翅 燕窩 六尾巴 还有三公斤 以一级萍蜜物种 叫做加尼福尼亚湾石手鱼製作的花膠 也都俗称鱼肚 不排除冬至来到的时候 相关食材需求增加 说起冬至 我也有些恐惧症 因为每年做冬都要见那些儿妈姑姐 已经有些儿妈姑姐知道我拍片了 接着还要来跟我妈说 哎呀哎呀你儿子说得挺好 挺喜欢听他说 明明去年的时候不知道 去年的时候 每个人都以为我是废青 结果今年的时候 每个都知道了 到时做冬的时候 想起都觉得尴尬 还有可能做冬的时候 又会被人问 畢竟28岁 请仔你有女朋友吗 你不小了 想起都觉得尴尬 但我当然不会说 因为尴尬所以不去 尴尬是尴尬 但我这些亲朋戚友 一直都对我很好 好了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今集说话是特别流畅的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睡醒了之后 突然之间发现 又不知为什么 明明没有食药都顺了很多 所以搞到今天说话的流畅度 我自己是挺满意的 大家可以留言去说一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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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